欢迎大家观看广告百物会爆米花制作视频 在操作之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要准备哪些原料 正常的爆米花机是爆100克的玉米的 除了定做的机器以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先要准备的是100克的进口玉米 进口玉米的优点就是膨胀的大扫比国产的玉米要大 两到三倍成功率达95%左右 口感非常的好 接着是50到60克左右的进口椰油 进口椰油的优点就是香味要比奶油要香 色彩是金黄色的 不容易导致焦锅 跟着是50到60克的进口糖 进口糖的优点就是跟普通的白砂糖是不一样的 进口糖是比较细 而且倒是属于爆米花专用的 广大的客户不要把白砂糖跟进口糖混合了 如果用了白砂糖的话 会导致轻折锅底全部焦锅 然后减低爆米花锅的使用寿命 重则整个锅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本公司是专业生产爆米花鸡 棉花糖鸡 无烟烧烤扫吃车 无烟烧烤炉 冰淇淋 还有是奶茶加盟 奶茶的配套方案 以及各种原料等 公司是正规的企业 有三证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公司的地税 接着是公司的活税 还有公司的营业执照 还有公司的注册商标 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品牌叫百味会 特色扫吃连锁加盟 在操作之前 我们要先熟视一下机器的各方面的按钮 首先从左往右 第一个是旋转搅拌按钮 第二个是加热开关 第三个是保温照明开关 在右下角有一个接地线的 正常情况下 地方比较潮湿的地方 是需要用到接地线的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爆米花的技术 首先把加热开关 先打上 预热20秒左右之后 跟着下一步进行操作 好 现在把旋转搅拌按钮 开关打上 跟着我们要把第一种原料 进口椰油 放进锅里面 等上20秒左右 再接着下一步操作 好 现在跟着放 玉米 跟着把进口的糖 放进锅里面 这个时候 要把锅盖盖上 放进锅里面 我们等这个机器 它就会自动爆出来了 在等待爆米花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本公司的原材料 还有各方面的地线 表现不正确放进锅里面 我们把锅盖盖的进口 让锅盖盖上 稍难锅里面 那么衣服 我们要把锅盖盖上 五三三四四四桂盖盖上 装爆米花的有纸袋和纸桶 袋子有大纸袋和小纸袋两种款式 纸桶有分85盎式的纸桶 46盎式的纸桶 还有的是32盎式的纸桶 每个样式的等一下我们会详细介绍各种装的利润是多少 纸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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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听到有放鱼花在爆的时候 需要注意放鱼花 看到有放鱼花从锅里面跳出来 就可以把炸热开放按键放上 等爆完了爆米花之后 没有听到声音了 我们再把旋转搅拌按钮关上 好 一个新鲜突炉的爆米花就这样子爆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每爆一次 我们都要用事先准备好的湿布 插一下爆米花的锅 这个时候 每个客户都要注意了 因为这时候这个锅是比较烫的 爆出来的爆米花 不能够马上吃 要先等一会儿 这样子才能体现出爆米花的香味和口感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装爆米花的袋子和纸桶的利用分失 小纸袋是可以装到六袋左右 每袋可以卖到两块钱 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消费能力而定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大纸袋是可以装到3.5袋左右 可以卖到三元一袋 85安市的纸桶 只可以装一袋多一点点 一桶多一点点 这个要卖到10块钱到12块钱左右 46安市的纸桶可以装2.5袋左右 可以卖到4到5元左右 最后的是勺子桶 是可以装到3.5袋 一般是卖到3到4元左右 我们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用勺子袋来装一下 看有没有达到6袋左右的量 广大的客户要注意看了 我们在这里",制装在个家里能力表达 矢花里能力表达到7个家里能力表达到6个家里能力表达到10个家里能力表达到30个家里能力表达到 Bomba 一袋 两袋 三袋 四袋 五袋 六袋 六袋 勺子袋可以装到六袋的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十日装出来的 每个客户也可以自己去装一下 我们装的是否正确 爆米花爆一锅的成本大概就是2.7到3元左右 所以这样子的利润 大家都是显而而见了 谢谢大家观看广州百位会棒五花制作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